10月21号下午以寻美穿藏线为主题的第五季掌上鼠秀两岸新媒体体验活动在四川省雅安市启动 40余位来自两岸的媒体记者台湾自媒体人齐聚318自驾大本营现场感受焦虑融合超级IP和雅安之美 启动仪式上两岸媒体采访团将自己亲手写下的寻美穿藏线心愿纪语一一发布 有对本次活动最真切的期盼也有对自己人生的感悟 台湾自媒体人代表刘其乐在发言中表示 希望持续用自己的镜头和脚步边走边记录属于四川的美好 在本次为期八天的采访活动中 采访团途经成都市雅安市甘兹州阿坝州四个市州跨越1500多公里 开展深度采访体验和采风拍摄 用青年视野和直播 短视频 航拍等原传播方式 围绕公路工程奇迹 藏腔文化 国家飞移文化传承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 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等主题 共寻川藏路之奇迹 川藏路之繁华 川藏路之精神 向台湾同胞分享大陆交通事业在雪域高原续写的辉煌 传播特色地域历史文化 推解地方特色产业发展 感受民族融合多元之美 和层民浸染多彩之美 那这一次活动呢 就走的这条318 其实是我们从小就很期待想要来 但是一直没机会来 这是第一次 那我也希望在这一次的旅程中 透过我们自己的镜头也好 透过我们的照片 影片 朋友圈等等 希望能跟更多岛内的朋友们分享这边的美景 让他们能因为美景的吸引 然后愿意到这边来 然后不管自驾也好 旅游也好 来走一走 看一看 感谢观看